42歲藍束帝員王俊傑 自去年起在Facebook、Interscran和Twitter 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貼文 包括轉載播錯各歌的片段 提倡廣東獨立等 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被告早前姓英凶罪 被《國安法》指定法官兼總裁判官蘇惟德早前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判囚8個月 數管在判刑時表示 被告在三個全球港受歡迎 被港受使用的社交平台上 利用四個帳戶發布共113則煽動陳述或相片等 而這些帳戶擁有百多至四百多名粉絲 並容許公眾瀏覽 犯案歷時23個月 數管批評被告的做法極具滲透力和傳播力 發布的鐵文具持續性和永久性 數位德總裁判官族指 被告的鐵文針對國家領導人 政府部門、國歌和國旗 據冒犯性和侮辱性 激起他人憎恨 被告也宣揚內地某些地方和香港獨立 鼓勵他人不遵從防疫規例 也煽動他人在特別日子起義等 數管認為被告並非轉載貼文或口號 部分內容親自撻寫 反覆煽動分裂國家 又侮辱國旗 煽動他人組織行事使用武力 對公眾安全帶來實際和潛在威脅 數管認為 法庭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 以顯示案件嚴重性和阻止他人訪效 訴官最後以12個月作為量刑起點 被告認罪獲三分之一刑期構減 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有效求情理由 最終判他8個月監禁